因为我们无法觉察自己做的事 说的话是否和佛法的道理一致 所以造就生死轮回的苦因 细形的养存即是觉性的养存 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言行举止 觉性存在 时时刻刻活在清明正念当中 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去觉察到我自己的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不是说 我想到我去哪里玩 我想到我晚上要吃什么东西 我想到昨天我去哪个地方 跟谁说了哪些话 不只是这些东西 当我们有一个好的念头 或不好的念头生起来的时候 你又没有去觉察到 这个好的念头 我们可以让它成为一种顺流 但是这个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时候 你去觉察说 我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出来 是不是我的内心当中 有某个部分的缺陷 我们不讲缺陷 是不是我们内心当中 有某一个部分还需要更进步的地方 或者是说 是不是我的内心当中 有哪个部分被卡住了 你把这个卡住的地方 把这个生锈的地方 把那个锈把它给磨掉了 它顺畅了 这个恶念就不再生了 就比方说 我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这辈子 你是必须要去学会 必须要去学会珍惜的话 那么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出生 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里头 为什么 因为在有钱人的家庭里头 你要什么有什么 你要学会珍惜 可能会很困难 所以呢 我们的生命目标设定说 我要学会什么功课 它就会创造什么样的环境 让你处在那个地方 所以也不要怨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会怨说 为什么这辈子我这么穷 为什么这辈子我长这么丑 为什么这辈子我这么不健康 为什么 就我们用一个佛教的因果来说 因为上辈子你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你这辈子遇到这种情况 凡夫的心是初中之初 菩萨的心是初中待戏 而佛的心是戏中之戏 因为新初 无法觉察自己做的事 说的话 是否和佛法的道理一致 于是造就生死轮回的苦因 十方新闻记者来玉荣台北采访报道